当你足够优秀的时候,谁错过你,都不是你的遗憾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定是最棒的那个,不是我法尔赛,是我觉得每一个女生都一定要有这个自信的能力。 为什么我一直告诉大家说,一定要去提升自己,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心,都要有内而外的让自己更强大。 因为你身上那种强大的感觉,是可以感染到一切的,你知道吗? 你把自己变强大,不是为了让你的前任后悔的,也不是为了让你前任的先任,担惊受怕的。 你为的是你为的是你自己,无畏这个世界上所有发生的变化。 因为我们无法去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,但是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什么编故,我都能够自如地去应对。 其实我觉得有些女生真的不用去想,就是自己的前任可能会找到比自己更好的人,然后去自我否定。 因为真的当你走出这段感情的时候,你自己努力地提升你自己,变成了更好,更棒的人的时候,你回过头来,你只会发现,苍天啊,这个男生真的配不上我。 那个时刻,你就会明白,我已经上到另一个阶层了,但是他呢,还是站在原地。 相反的,如果别人已经上了另一个阶层了,但是你还一直站在原地,再等这个人,再思考,啊,为什么他不喜欢我? 为什么他的先任会比我好,比我哪里好,等等。 我只能说,在这种自激机人状态下的你,他不爱你是很正常的。 不仅他不爱你,也会有别人来爱你。